在一个热闹的游乐场 几名乘客正在玩惊险又刺激的银销飞车 随着一声尖叫 飞车突然脱离轨道冲了出来 就这样 飞车上的人全都隐灭 警方感到时已经天黑 几具尸体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据飞车的操作员所说 操控飞车没有什么难度 只要按一下按钮就行 当时飞车前座上是一位漂亮的女子 第二排坐着一个小伙 第三排是一对老年夫妻 最后坐着一名中年男子 一共就五个人 奇怪的是 现场一共找到了六具尸体 有一具尸体离其他死者比较远 这种情况通常是因为死者没有记安全 但飞车上只有五人 那么多出来的一具尸体是从哪里来的 见证组拍照取证后 吉尔找到了一位老人 他是轨道的维修员 从业几十年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意外 吉尔在地上捡到一个飞车的螺丝帽 有明显的磨损痕迹 飞车有八个轮子 除非是八个螺丝全部松动 才会引发脱轨 而一般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 因为飞车每天都会进行维修和探查 很快六具尸体都被运回了法医实验室 其中有五人死于脑部撕裂 这是高空坠落导致的 而多出来的第六具尸体 是游乐场的员工 此人名叫吉姆 死因是头部撞击引起的脑部肿大 吉尔推测吉姆很有可能只是恰好路过 被从天而降的飞车撞上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五名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在十个小时前 吉姆却死于16个小时之前 也就是说吉姆是被谋杀的 游乐场并没有未来 这代表任何人都可以进出拧开罗孟 沙拉在飞车设施的柱子上 发现了一些亮晶晶的物质 据老维修员说 轨道的支撑感不是很牢固 今年就维修了六次 由于游乐场缩减了他的工事 所以他已经很久没有修理过 此时尼克也检查了第六名死者吉姆的衣服 上面有一些三角形的红色纤维 这种纤维通常来自车里的内饰 而案发现场就有一辆被砸坏的红色车子 车主正是死者吉姆 里面还遗落了一把满是血迹的钳子 看来这就是杀害吉姆的凶器 副驾上也都是血泊 这说明吉姆根本没有上过云霄飞车 而是被人杀害后 藏尸在车内六个小时 飞车脱落后 恰巧砸中吉姆的车辆 把尸体给弹了出来 根据案发时间 警方找到一名叫柴克的员工 此人是一名学生 放学后不但要做家教 还会去游乐场的餐厅打工 补贴家用 昨晚就是他最后一个离开游乐场的人 据柴克所说 案发当晚 吉姆的车子就停在游乐场 因为他总是喜欢在打烊后 带着女伴玩云霄飞车 所以柴克并未在意 与此同时 尼克拿着凶器做了倒膜 最终确定 罗斯帽上的痕迹来自吉姆车内的钳子 上面还有一个不完整的指纹 车子的后备箱上 也有一个不属于吉姆的掌纹 此外飞车上还发现了男性DNA 经过比对 正是来自死者吉姆 他经常邀请女孩坐云霄飞车 摄像头就拍下 他和一个女孩一起玩耍的画面 照片的拍摄时间是凌晨12点45分 而吉姆的死亡时间再一点 也就是说 这个女孩应该是最后一个 见到吉姆还活着的人 很快吉尔就带着照片 找到了这个女孩 游乐场围绕的古希腊主题建设 女孩正是餐厅的临时工 绰号埃及艳后 看到自己和死者吉姆的照片之后 埃及艳后非常尴尬 因为他不知道游乐场的监控半夜还开着 对于吉姆的死 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悲伤 埃及艳后解释 两人根本不算是男女朋友 只不过是为了追寻刺激罢了 当晚两人在飞车上玩了一通后 就各自回家了 他并不知道吉姆是什么时候遇害 实验室这边 已经检测出轨道上闪亮晶晶的物质 那是一种成分特殊的处方膏药 常被用来治疗皮疹 也就是说 凶手可能患有皮疹 他在松开螺丝时 不慎将药膏蹭了上去 购买处方药一般都会被登记在侧 莎拉核对名单后发现 购买药膏的人竟是埃及艳后 面对警方的怀疑 埃及艳后承认自己患有披症 也承认自己使用了药膏 但并不承认自己杀了人 他还说自己曾把药膏借给自己的家教使用过 巧合的是 他的家教便是同为餐厅员工的柴客 此时他正在拖地 而使用他人的处方药是违法行为 詹姆斯以此为借口带走了他 莎拉则提取了拖把上的指纹 经过比对 柴客的指纹与凶器前子 以及车尾上的指纹相符 基本可以确定 柴客就是杀害吉姆的凶手 令人疑惑的是 柴客是一个优等生 早已被名牌大学提前录取 这么优异的条件 压根不需要来游乐场打零工 面对警察的质疑 柴客表示自己非常喜欢埃及艳后 为了接近他 还当起了他的家教 然而埃及艳后却经常与吉姆混在一起 并且整个游乐园的人都知道 埃及艳后一边和吉姆私混 一边又撩着柴客 对此柴客很是气愤 案发当晚 他悄悄松动了飞车上的罗斯 并且还亲眼目睹了埃及艳后和吉姆的丑事 本来想着让两人在飞车上发生事故 却不想罗斯拧得不够松 让两人逃过了一劫 不甘心的柴客便在埃及艳后回家后 用钳子砸死吉姆 并将尸体装进了后备箱 没想到却忘记把罗斯拧回去 这才有了第二天飞车脱轨造成的惨剧